105 信報財經新聞 香港教育好不好 2015年7月22日富刊專欄C06流離火徐泳船香港人 非常矛盾的個 傳媒連連說不應指集中報導狀元 但總忍不住一波風第一時間繼續掃這個在清沒本已廢料的科舉制度 近年流行問政治取向 包裝為通式題目 狀元一定要表態是否良憤 有無參加與上運動 要自我歸邊黃或藍絲帶 幸好 我們的年輕輩很聰明 很棒很獨立自主 大人智慧時 有劍橋哈佛獎學金 當然去啦 高人一等 威盡 世界頂尖 走出香港 但這位狀元放棄劍橋 寧願留在香港 換鳥在外國 人們一定十分驕傲 認為這是對本地本土教育的肯定 但香港人卻十分疑惑 有搖頭探飾雪年輕人沒膽廠 只躲在Comfort Zone 連狀元也這樣 卻沒想過 他有感情 有選擇 如果今天香港的高校也達世界水平 又有交換生計劃 所以不愁沒機會到外國名下觀 更有各種生於師長於師貢獻家鄉的牽系 今天 外國的大學月亮未必一定更完 我們這些大人為什麽不高興 不自好 不說我們的教育真不賴 反而埋怨他們沒勇氣 當然 同學謙厚 與其說曾將劍橋與香港的大學比較而選取後者 不如隨便說怕不適應外國生活算了 教育是複雜事 但與散步與嬌陽 無可否認是香港最有創意的一段日子 慶幸有份清廢清之餘 有更多的文青 批評書展亂造糟之餘 新一代卻已認定 聽聽講再看看新書目 是每年一定要到的廟會 香港教育絕對不是不得點 徐穎船號富康專欄號流離火香港教育好不好 豪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